好那很高兴今天来跟 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们的数位教学跟远距教学 有一些 工具上 不管是互动的 或者是老师视讯 上面 的一些 好用的工具 那么 大家经历过的前一段时间 这样的 纯线上 甚至呢有一段时间 是不是还 有混合式教学 对不对一部分在现场一部分在线上 老师有没有感觉 你变厉害 同学也觉得变厉害了 因为 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都发生了嘛 对不对 虽然你不是志愿的比较多 都是被强迫的吧 但是呢 大家确实因为这样而升级了 那 你看 像我的视讯 我现在的课 我还是维持 有现场的 同学就来现场 那 他想要 线上上课 比如说他可能来不及或身体不舒服 没关系 他也可以在线上 直接参加 所以我现在课程是这样 那 我就会向各位所看到我前面这个设备 有没有感觉 即使是线上的同学他也可以看到现场的状况 对不对 那老师讲话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大致一点没关系啊 有没有 镜头还可以轮运轮到 那这些设备 当然有些 是属硬体设备有些是属软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他 有 不管是现场的同学或是线下 线上的同学 都有什么 参与感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当然如果都没有这个然后就直接讲简报 也可以啦 但是呢看久了就会 就会开始 有点想睡觉了 即使老师的课程在精彩还是有差 那你有没有感觉 我还有AI小帮手 顺便帮我把字幕 是不是打出来 因为老师现在双手没空吗 哈哈哈 所以你会发现说 虽然 我们现在 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在现场 但是 在现场的在线上的甚至呢 就是以后他就是 看录影的 因为像我上课我也都会录影 所以他也可以随时在怎么样 回到过去 所以我现在自己的上课方式像这样所以呢 其实疫情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成长很多 哈哈哈 因为我又找到了更多工具 我平常我录影已经就十几年了 这我们上课其实是很习惯让同学看到我 因为平常 我就会像这样出现在荧幕上 只是呢 我们现在透过 网路 透过线上会议 可以让大家更方便的去看到所有的 这个操作这样子 OK 那 也因为这样的疫情啊 所以其实 大家 最近可能有注意到 像这个是昨天的新闻 在加州 大家怎么样 不想回家 不是啊 不想去上班了 哈哈哈 因为能够在远距工作 我就在远距工作 是不是很好 虽然 上班当有上班的资源 可是在家却是最放松的 放松不见得没有生产力啦 但是呢 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我要请假啦 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其实有时候我们抽空 就可以 在家里面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完 那又增加了亲子 家里面的这个 大家彼此 相聚的时间嘛 他就不是像以前这样硬生生的分开 上班就是早上9点到 下午5点6点 回家才是 亲子 时间 不是了 好现在就是混在一起了 所以呢 刚好 有这篇新闻如果老师你有兴趣或同学有兴趣也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未来的工作形态 会因为我们这样的疫情 而改变很多 已经不再一次 就是以前那样就是朝九晚五 其实早就没有朝九晚五了啦 只有朝五晚九 但是呢 真的不一样的 大家的这个远距的需求都很多了 OK 好